欢迎收看订阅节目 我们看到了国民党 今天快刀斩乱吗 非常清楚的 将傅宽奇排除在面 整个党全力地支持 韩国瑜跟江启臣 两个人进逐立法院的院长 副院长 表面上 你看到的是 傅宽奇被排除了 可是真正你看到的内涵是 傅宽奇代表的蓝白和 傅宽奇代表的说 我还要对这个民众党 丢出橄榄枝的这个路线 已经被 国民党完全地否决 我们看到了陈超明 这个被视为国民党的党友 他讲得非常明白 他说蓝白和合不了了 不仅是选前合作破裂的 恩怨跟猜忌 目前蓝绿都要操作 将民众党边缘化 接下来国民党 很难再跟民众党 讨论所谓的选举 另外一个 更关键就是老柯 柯介平直接讲 接下来2026的现场选举 就一样到了 各党都在大布局 新的国会将是一个大赛局 所以战争是永远没有停止的 战争是永远在延续当中的 现在整个总统大选 开始结束 刚结束 已经放眼2026了 而我们看到了 民众党最有趣的地方是 你明明是小党 你明明是一个 微不足道的力量 可是你却展现了 所谓的足道的气势 当你在上个礼拜一 第一次丢出了 四个承诺之后 你就已经被看破手脚 你根本不可能 足道国会 接下来我们看到了 黄国昌跟黄三三 双簧又要禁逐 所谓的新北跟台北市 很清楚的 这个战争已经开始了 大家已经尖闭心眼了 而且这个东风 在吹战鼓林的情势 会让民众党 还有可能有发挥空间吗 好 这一段里面 有两位来宾 交互讨论的第一位是 资深媒体人 赛霍智 厚智 你好 大家好 好 第二位是 资深媒体人 王瑞德 大家好 好 刚才讲的 总统大选刚结束了 现在战鼓又平吹了 而这个战鼓平吹很妙是 竟然是由民众党发起的 而民众党发起了以后 感觉上 你不但是自不量力 而且已经被假杀了 王瑞德 最近有一句话 就是骗子能骗多久 是傻子决定的 被骗一次就算 如果被骗两次的话 那是你的问题 好 所以你知道 目前为止 蓝绿都已经清醒了 王瑞德 这样 我们回顾柯文哲 他壮大的过程里面 2014年他是跟着谁 跟着绿 绿长大之后 长大到大不了的时候 2018年绿军决定跟他翻脸 翻脸两个割袍断裂 从绿军离开 离开之后他现在在贴着蓝军 吃蓝的 吃蓝军 在蓝军的过程里面 你看他就会壮大了起来 所以他等于是蓝的绿的 他都骗了 骗到现在会止 他就再骗第三次 他就说来 我跟你讲 我这次拿了巴西 拿了巴西之后 你们蓝绿谁要这个 我蓝绿都可以合作 对 我要你们合作 蓝绿难道不知道你在玩什么 你又要用这种方法 寄生在我们的身边 然后你又要用这个方法壮大 宝洁跟你讲 已经让你壮大成这个样子 再让你骗一次的话 你看他如果这巴西 真的在国会里面三风点火 真的是由他主导的时候 你觉得蓝绿会怎么办 完了 完了嘛 所以这样 这时候你看 陈昌明讲得非常清楚 蓝绿是合不了的 不仅是选 蓝白是合不了 不仅是选前的合作 破裂的恩怨跟猜忌 目前蓝绿要操作这样 民众党边缘化 他讲得非常清楚嘛 蓝绿讲白了 蓝绿都是要让民众党边缘化 为什么 因为只有让民众党边缘化之后 回到蓝绿对决的态势 这样对蓝绿都是最好的 否则如果你让民众党进去撞到 你也不知道他会吃到谁的选票 所以在国民党这次要禁逐 立法院院长副院长 唯一只有一个人 对民众党丢出该揽子 只有一个人对他的四项承诺 都出了回忆 这个人就是傅昆琪 可是傅昆琪今天早上被丢包了 对 为什么丢包 你看事实上从这个柯文哲一开始 我觉得柯文哲就扮演一个什么 扮演一个揪出到底谁是 国民党内奸的角色 真的假的 为什么他从头到尾就是这样 你看他一开始的时候他在塞郎 塞郎的时候他丢出一个韩昌沛 韩昌沛逼了谁 韩国瑜很担心 马上出来的时候没有韩昌沛的时候 只有韩江沛 那韩江沛的时候出来确定 这个你看很多诸侯马上表态要挺 就这时候谁也出来说 只有你傅昆琪出来说 我能够蓝白盒 就你知道你一讲的时候 跟你发生的人很少 你再继续下去之后 那不是坐实的 我是蓝白中间的一个 所谓的白影里面的内鬼 所以他现在怎么办 他只好顺着这个大趋势说 好 我支持这个江启臣 跟这个韩国瑜这样一个状况 兄弟是永远的 政治是一时的 因为他发现到说 国民党里面兼蔽亲眼的决心 比他想象中要更大 他原本想要动用一些人 譬如说像陈超明 陈超明不是说我有接到电话 连他都这样讲了 那很多人 我要动这个卢秀燕的人 不好意思 卢秀燕他跟你兼蔽亲眼 另外一个我要动蒋万安 蒋万安也跟你兼蔽亲眼 我要动这个所谓张善政 那党内的朱立伦那些派系 张家派系 他完全都动不了 为什么动不了 因为目前为止 你民众党你要做什么 民众党你立院党团 立法院的位置都还没进去 你现在就黄珊珊准备 要去选台北市 那这个我们的这个 黄国昌要去选新北市 陶足秒我们要派人 那这个彰化这个 或是嘉义我们要派人 你已经开始把这些 你们的立委都已经点兵点将 要去选地方势力了 你觉得这个国民党还说 我们再合作 让你这八个人的名声更大 然后让你这八个人更好的时候 那我们要做什么 所以现在蓝绿 你看这个柯建敏也讲得非常清楚 接下来很快是 2026年的限制场选举 所以2026年限制场选举 各党都大布局 你觉得民众党会不会布局 那到底你到时候 你就是我们的敌人 我们如果现在跟你哥哥敌 纠缠不清的时候 你那时候又喊一个什么 蓝白盒蓝绿盒这样 这个白绿盒 你到底要吃到谁的票 所以在这个时候当然 双方都知道你要玩什么把戏 你就是要再玩一次寄生蓝 或是寄生绿 然后让你的这个立院党堂 画到最大极限的时候 反正我就边缘化你 我怎么要边缘化你 而且我们以前有一家是 吃碗内看碗外 另外就是屁股还没有坐刃 你就想跑了 我觉得民众长最厉害 饭还没吃 就看外面了 屁股还没坐 就要跑了 你看黄珊珊他们两个都就说 你要选新北 还没有宣誓 眼睛已经看到了新北跟台北市了 对 然后这个黄国昌就说 我准备要到板桥 去设立这个服务处 远然你就是要选新北市 问题是好了 我跟你讲 现在蓝绿的弹串很清楚 反正你这个黄国昌跟黄珊珊 就坐两年 你这一次这一届都坐两年 坐两年之后 你进去你搞不好 摸不清楚议事规则的时候 你就再见了 所以我就等于是你这16 我跟你讲 你这16个立委 就是前后8个这个立委 完全都是废物 因为你进来两年 你还要摸清楚状况的时候 你就走了 8张废票 16张废票 所以你不可能会有什么战斗力 那站在蓝绿的立场 我就让你边缘话 反正你提什么法案 你也没办法在召委里面 有所作为 你要提法案我也不过 反正你们就无所事事 可是现在对于 整个蓝绿两党会有很大的压力吗 现在黄珊珊 黄国昌 双黄 都是民众党的明星 进到了双北 真的可以拿下来吗 抱歉 当然拿下来很困难 但是角局总是会有的嘛 那角局的话 那我怕你角局的话 怎么办 先就在立法院里面 让你们无声无息嘛 你们没有任何讲话 讲话到 你如果没有什么法案推出来 没有让人家耳目一新的时候 那这样就是 你就没有任何作为的时候 你到时候你有什么政治动能吗 当然没有 所以才说嘛 其实陈昭敏也是江湖走久 他已经看得很清楚 蓝绿就是要封杀你嘛 那这时候 柯建平也已经下了 几乎是不可能嘛 柯建平今天跟你呛吓 如果你要投的话 那你就是支持韩国瑜 这个到时候对你们 到底对形象怎么样 你看他们就讲得非常清楚嘛 所以这八张票注定就变成是 你反正你只能够在 现在是怎样 以前是说 你要让蓝绿来选我 现在这边的是 你呢 只能够看你谁 你要投到谁 但是谁呢 其实都不愿意收留你 好 后世刚刚讲的 夏宾宗党 有所谓的双华 两个人就觉得 我是不是出的 这个所谓的英雄 英雄以后 一个看新北 一个看台北 他们真的这样想吗 立委还没当就看下一步 还有 他们的机会很大吗 因为黄国昌是做过一届的立委 你说黄山没做过 我就没有看过 这么高姿态的新科立委 一般新科立委都是战战兢兢 觉得我很多基本功要学 他们的立法院 都西南北都没有搞清楚 就跟你讲说 我要怎样怎样怎样 我就讲 我就一直在讲吧 你国会改革 你先把吴信英的财产申报给我嘛 他还没有 对 吴信英他现在的财产申报还没有 你到现在还没有 吴信英现在还是不分区啊 对不对 那你今天来讲 我想说话 你今天如果碰很多新科的立委 因为我们有时候上周年会碰 那些新科立委 其实是站在一起想说 我到了立法院 我要怎么好好的表现 我要怎么样去学基本功 马步要蹲好 你现在是什么东西都没有 你就开始 指指点点的 比手画脚 指点江山 然后你像 你像黄国超在讲的 那个 他们之前在讲院长的时候 就已经被老科 叮过一次 说院长这个职位 只跟他是不是有关系 跟国会改革 因为院长不提案的 不咨询其实也不提案 所以院长去承诺你说 我要修这个修那个 很怪嘛 对不对 王金平从来不提案 他只有提过一次生计 生计的 他从这么长的院长 那他在讲那个听证调查之后 老科也跟你讲 那东西有涉及到监察院实权 那个东西很复杂的修宪 不是你这样讲的 人家一句话都堵死了 因为这些人只是要声量 他根本没有要程式 所以别人不会 别人没办法去应他 为什么 你到底是照你的方法做 是不可行的 再一个 现在不是国民两党 不愿意跟他合作 是你现在整天就想要 骑在人家头上 你巴西 你不是跟他做朋友 你是我要骑在他头上 所以你现在看国民两党 一定会跟你讲说 有本事你就去投民进党 你就去做小绿 然后科威科技就说 有本事你就去投国民党 你就去做小兰 两边的其实都不敢 都不敢跟他互动吗 都不 都懒得理你 懒得理你 你要骑在我头子上 你要做朋友可以吗 你要骑在我头子上 脖子上要叫我怎么样 当然不行吗 那你说黄胜胎要去选台北 我觉得有可能 他再选一定会更惨 因为你今天这样想 对吗 我为台北付出那么多 我在这个首席的COVID-19 里面做了这么多努力 台北人不喜欢我吗 我们今天这样讲 我们今年是不是都说 三个候选人都在本命区 选得不好 说赖清德在台南只有50.4 然后呢 那个侯友宜在新北 也选得不太好 对 柯文哲在台北选得不好 23 对 但是你要去注意到 别人的不太好是 别人的不太好 像赖清德的不太好 他还是他全国得票率 最高的地方 侯友宜也在全国的中间水准 那个柯文哲不是 柯文哲在全台湾 得票率比台北低的 只有四个地方 台南 高雄 屏东 台东 而且台北是300多个里 他都是柯老三 对不对 那你说你原本 你去年选的状况就已经这样 你今年经过柯文哲 再这样一搞 你会选得更好吗 柯文哲为什么选得不好 很简单嘛 有了新的才有的比较嘛 对不对 你以前催了自己财政几率多好 你自己多酷多酷 你然后还来了之后 发现新的市长 大巨蛋也可以打球啦 什么什么 城市观众感也很高啊 就会觉得说 你做得不好 所以你现在来讲 如果说那个 黄珊珊要选台北 我保证他一定比上次选得更差 用保证 一定的啦 他本来上次选 你这么谨慎的人 你才用保证 尤其是你名 他能够再讲说 我名叫第一名吗 不能 对啊 他连第二都不能讲了 对啊 所以你要怎么选得好 那黄国昌我觉得呢 因为基本上侯尔怡 有落跑的问题 然后这是 的确也选得不好 国民党这边 的确会面临后继 无人的状况 那国民党如果提得到好的人的话 再怎么样也会比你们黄国昌来得好 因为其实我觉得这样讲 就是说 这一届的国会 因为已经民党没有过半了 所以其实在野党是可以做点事情的 所以你纯粹 以前不是 以前你什么都做不了 所以只能打 只能揭闭 不断的揭闭 有声量 有声量 我有做事 可是将来这段 这个两年 大家要看说 你到底能不能够 实实在通过一些东西 而不是一天一会儿打高空 唱高调 那你现在他现在这个姿态的话 他几乎基本上不可能 我讲实在 我在立法院看这么久 很多的立委 我不要讲一届两届 我讲很多的立委 做了十几年下来 真正自己主导案子 一个过的都没有 因为立法院要过案子 真的很不容易 你要去不断地说服大家 那很多时候 大家很多时候 现在看到很多立委 讲说他有案子 都是什么 行政的对案 来 然后我修了一条 我改了一条 这条有我的版本 就说这个案子是我的 那你说真的有推过完整一部法案 我想很少很少 那更不要讲他们这种心态 他会质询 他会咆哮 那问题是 我现在有给你其次了 你的两个赛党 加起来是有其次 你是可以改变一些制度的 你到底要去做什么东西 你现在这个样子 你要的四个 国民党也不愿意给你 因为给你就变成 牵着你的鼻子走 你说说大家平等地 坐下来好好地谈 那会有机会 你这个心态 什么都会过不了 好 董事长 刚刚讲的我最惊讶的是 这两个人屁股 不要说屁股还没坐日 根本都还没坐 他真的要去新北跟台北吗 有机会吗 为什么这个事情发生 为什么 所以我们的本事 就是看到人家看不到的地方 这个事情太怪异了吧 黄国昌是 是国外留学回来的博士 康乃尔的 康乃尔博士是大学教授 这不得了的人物 他难道不知道 他提出这四点的 这个所谓的这个考题 是一个国会的笑话吗 他当然知道 他可能不知道 当然知道 真的吗 百分之百 我都知道 他怎么可能不知道 他有可能不知道 修宪层次的问题 跑在立法院 这个国会改革 这什么 这个荒谬的事情 这个已经不叫做 程度问题了 这是荒唐 为什么要提这个东西 为什么 这是第一个 我先问你 第一个问题 对不对 他提出一个 你刚刚讲的 指点江山 帮大家出考题 然后态度极为高 嚣张得不得了 这种姿态 听说进电梯 都不跟人家打招呼的 这个 这是这个样 整个样态 你想想看 像谁 像柯P 那就是柯P的 个人的意志力的表现 他们到立法院的第一个15号的记者会 告诉你们 我们八个人是同进同出 我们八个人其实是一个人 八个人这个人是谁 就是柯P 你们不要找我们八个人谈 有话找后面的老板谈 他就先讲出来 结果呢 这当然是什么效果 都得罪人了嘛 那指点江山的结果 就把人给得罪 可是得罪人这个事情 在他们来讲会很奇怪吗 不奇怪 从头到尾在得罪人 对不对 全台湾媒体给他得罪光了 我现在发现一件事 他们只要服侍好柯P 就没事了 那我有一个朋友曾经告诉我 服侍老板有一个重点 你要当鹰派 而且要服侍老板 要当鹰派 要把所有人都得罪光 让老板觉得你非常忠诚 我真的就看到了 对 所以你要好好讲 好 现在我们下面继续第二层解读 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要做出这种那么无知 被人家耻笑 然后去讨柯P 欢欣的事情 而且柯P还说 1月28号的最后 好 这是第一个 为什么 为什么 很斗争嘛 柯P 还有柯P对他们的不信任感 柯P个人的焦虑感已经出现 黄国桑第一个表态 我要选新北嘛 对 那是什么意思 他说我要服从两年条款 那两年条款是谁叫他服从的 柯P 就是柯P嘛 刚刚后世诚讲过 立法院是这么复杂 立法院你进到两年 你搞不好连东西南北法案怎么写都不会 你就要离开了 对 所以可是这个事情就确保了我柯P的至尊无上的权力 所以选双北这个动作是被是要落实两年条款 是他民众党的内部斗争 是柯P跟他们之间的矛盾关系的一个反射出来结果 是柯P不相信这八个家伙 对 你们通通都能够选两个 还有一个没提到张旗凯要选嘉义 我随便替我的好朋友宣传一下 旗凯你要选嘉义我帮你宣传一下 对不对 每一个人都有 那我有点八个人 他们自己就是为什么到不分区来 就是区域选举选不上嘛 对啊 他们立委选不上躲到不分区 脚尽脑子去拍柯P马P 就图一个轻松图一个凉快嘛 还就是选 不是不是选立委 现在选市长啊 选五六都的都长啊 有可能吗 不可能吗 不是 他们有愿意 他们志愿去吗 当然不愿意嘛 我连立法委员都选不上 黄珊珊是立法委员都选不上的人 对 我还跑去 然后台北市输了一次啊 再选台北市不是变成台湾笑话吗 无路可走嘛 就是嘛 派老板马屁表公 这就是一个 这就是跟老板 老板的意志嘛 还是一个 我以为是 透明状 我以为说是更上一层楼 你说是无路可走 透明状 很简单 表中而已 先呼隆过两 到两年后再看 不一定 搞不好倒霉鬼在前面 搞不好 搞不好 柯P突然间哇啦 对不对 就是这样子啊 柯P突然间自己下一个血 或者柯P又改了 或者柯P自己选不一定了 不知道什么怪事发生 反正这个事情马会飞 你知道吧 马会飞 马不一定会飞 对不对 两年的事情谁知道 对不对 我先讲说 所以那得罪人这个事情 是他们已经变成专业了嘛 所以他们的虾搅祸一通的目的 根本不是他城市 就是为了经营柯P的好物 所以柯P就很简单嘛 柯P现在陷入极端的焦虑当中 这个焦虑的人最怕什么 他要看你这个 我当雍正 雍正什么意思啊 你们都会烦我嘛 你们每一个人都要给我表忠嘛 这表忠的态度 每一个人就 就极尽演出 就怪力怪气的 怪招都弄出来 我跟你讲 你知道我想到 在宫廷里面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就是拍老板马屁 拍君王马屁 拍要拍得很高兴 就是弄成 他弄成的结果 就弄假成真啊 可是这么一搞的结果 柯建民多厉害 柯P看到吗 如果这样子搞的话 很简单 那你就算在党内 在立法院 把我立法院当作将来选 2026的斗争舞台嘛 操兵 就在我这边操兵嘛 那我怎么可能跟你合作 一来就充满了敌意啊 高度的敌意 好 那问题很简单 他能不能够不表态吗 他不能不表态 因为柯P叫他表态 柯P叫他公开表态啊 两年有没有签字 签字完以后 你两年走 你要去哪里 不是 两年 这个一表态双北之后 他在立法院内 没有朋友 对不对 马上没有 各党要干你啊 每一个党立法委员113个 要上媒体 何其困难 要法案通过 不可能的事情 要打弊案 没这回事 媒体 我跟你讲 每天立法院都有记者会 他们都当过立法院的记者的 那个记者会开了大概几十场 能够上荧幕的有几场 三场 两场了不起了 那这八个倒霉鬼 这样去哪里 荧幕上看不到 会吗 KPTV KPTV 自己happy 就搞这个玩意 好 瑞德 可是你说现在 柯文哲真的有这么样的焦虑吗 甚至有人讲 之前讲那个谁 蔡壁如长 他否定期 现在难道进到了愤怒期了吗 我告诉你 柯文哲的焦虑 就从昨天荣兴花园的 败票 卸票开始 为什么呢 请问一下 紧接而来 柯文哲如何维持他未来 未来两年半台湾美选举 两年半台湾美选举 你怎么造势 然后你每天要靠着 在这个网络上面冷校围 有那么多校围可以脸吗 搞不好他就有啊 他就没有这个本事 我想坦白 那柯文哲昨天怎么讲 柯文哲昨天在这场 这个所谓的 阿伯声友会里面啊 那抱怨说 他这次得票 会这么低369的原因 他一直 他的小草们 一直幻想 他会得800万票耶 不可思议啊 他们真的相信 自己800万票 哪有可能的事情 你我认为不可能 他的小草们就相信嘛 好 问题来了 那么他把所有的一切 就怪罪在所谓的 不在籍投票 说是因为一般正常的国家 扣除什么十几% 这个等于不出来选举以后 这一般正常的国家 会有87%的这个投票率 那么为什么台湾只有72 这一次总统大选呢 他归咎是因为 他的支持者没出来投票啦 还有就是台湾啊 太落伍了 用那个什么 不用那个不在籍投票 还在用紫本投票就对了 各位 阿伯讲的话 他说什么你就相信啦 他讲什么你就相信啦 以前我开玩笑说 台湾有一个现象就是 放屁当爆料 爆料当证据 证据当放屁 阿伯不是讲说 87% 87%的这个 等于说投票率 一般正常国家才正常嘛 对不对 我告诉你 很简单 在这个所谓的美国好了 美国是不是正常国家 当然 美国是最先进 世界超强国家 美国在2008年的时候 全国投票率 中统58 2016年的时候 56 然后呢 一直到 那么什么时候最强大呢 一直到2020年 那时候拜登跟川普 两个人 小个乱七八糟 对吧 打得一塌糊涂的时候 最高 创120年来最高投票率 66.9% 我请问一下 你的87是怎么来的 87有没有 有没有这个投票率 有 是谁 是智利 智利87%的投票率 怎么来的 你知道吗 因为智利跟澳洲 那时候采取所谓 强制投票 什么意思 你要去投票 你不去投票 我就剥夺你部分的福利权 所以你一定要去投票 所以这也是解释 为什么澳洲竟然有 95%以上的高投票率 所以你要知道 这是因为 你不去投票 你的很多狐狸 我就把你剥除 那阿伯说 因为没有不在一起投票 好 问题来了 我告诉你 而且他的姿子 礼拜六要上班 我要告诉你 那么智利呢 本来是 刚刚收87% 是强制投票嘛 智利后来把它拿掉 变成志愿投票 志愿投票以后 他2010年 强制投票还有87的投票率 2013年 3年后 他只是价42% 志愿以后就42% 我告诉你啦 还有全世界最低投票率 什么时候发生的 不好意思啊 2022年12月17号 图尼西亚 900万的选民国会大选 宝洁 你知道投票率多少吗 对啊 8.8% 你知道吗 只有80万人出来 我告诉你们 阿伯都在胡说八道啦 为什么 因为很简单 2020年的时候 你们的这个阿伯 他说 越文明的国家 投票率都不会很高 怎么才4年而已 他说投票率要87% 他的投票 他说他的支持者 都在睡觉 都在上班 奇怪别人的支持者 都不用上班 很奇怪 那你叫你的这个支持者 不要年轻人 不要睡觉嘛 难道以后要规定 以后要投票 要比照那个国家级的 什么飞弹警报 还什么警报 投票那天 早上8点 八八八八八八 全国都要起来投票 难道要这样子吗 你应该做的事情是 让你的这个支持者 勇于站出来 投票给你 那才对嘛 你的魅力不够 结果你现在说 是因为不在即投票 如果不在即投票 都我会就对了 你在轻轻公公的 请问一下 海外的侨胞 跟这个台商 都你的吗 这些如果要不在即投票的话 都你的吗 还有他讲了一件事 我心里面 我跟妳讲 这是虎外航 虎这些小草的人 为什么呢 他们是说台湾太落后了 还在用硬币 还在用钞票 然后呢 不像人家 艺术的工 不像人家 逼一下 最近我也听过 人家讲说 中国大陆现在 都是用逼一下 对不对 各位 如果逼一下这么好的话 不要钞票 不要那个的话 郑州大水 记不记得 郑州大水 啪的下去 不是那个隧道 淹死了多少 那个车子 公路 所有的电力 全部都消失了 七天 不是都要逼一下吗 大家都要逼一下 对不对 完了 为什么 没电 手机没电 然后呢 所有的都没电 去哪里逼啊 没有东西逼 你知道吗 没有东西逼以后 怎么办 我要换食物啊 我要干嘛 你知道花生人世间 不可思议 一秒回到石器时代 用香烟去换食物 用什么 以物 我问大家一件事就好了 日本那么先进的国家 世界以前是第二大的经济体 对不对 它在二三十年前 就有各式各样的 各种类似我们的捷运卡 跟类似我们外国的 那个西瓜卡 逼一下 你就除此逼一下 然后就直接就 完全不用给现金嘛 我问一下 为什么东京都 这么大的都市 三千多万的人口 每天进出几千万 为什么他们没有 全部都改成这个 闭一下 为什么还在用钞票 还要在用硬币 因为日本政府 已经看出来 一旦发生重大事 比如说停电 还是意外的时候 就会全部大乱 没有钞票的话 就会沦落到 变成郑州大水时候 一样必须要 以物异物轮回 打回到实际时代 阿伯你懂吗 好 浩晨 刚才讲的是 上次变成郑的时候 他们丢出四项承诺 你就说 这个东西太可笑了 完全会被封杀 果然今天已经被 完全封杀了 他们不知道自己 字铺其短吗 我觉得就是说 他们基本上来讲 就是我刚刚讲的 你基本功都没有做 然后你也没有去讨论 这事情的可行性 比如说我刚刚 我一直在质疑 你的人事权 同意权到底 是什么东西 你到底要到哪一个层级 还是要扩大 还是要怎么样 先讲清楚 如果是最基本的 基本上根本就不用修法 那关于那个 听证调查 我觉得老柯也讲清楚 就是说他碰到 你会碰到监察院职权 那这个职权 这条线还在哪里 不是你说了算的 你说了之后 大把官可能会判你违宪的 那个东西 那个东西其实要 那个东西其实很复杂 还有就是 柯建平到底有多讨厌 黄国章 今天把他骂得一无是处 我觉得老柯当然就是 我讲的说 他第一个 他反而是熟悉 黄国章像他 侨王的时代已经过去 我必须要讲一件 是 大家知道做侨王 有一个先决条件 要有信用 王金平可以做侨王 老柯可以做侨王 为什么 我给你拼好 大家就拼好 我确定不会给你骗 不然的话 当侨王的先决条件是 信用 不然有一次没第二次 你有本事骗人 就是说你有本事 用陷阱去绕过人家 说他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 他没有发现你 你后面有这个伏笔 那是你的本事 你有本事说 我先跟你讲 谈这个事情 但是我后面有伏笔 但是那个东西 不在我们谈的之列 那是你的本事 但是如果拼好一件 你给人骗 那就绝对没有下一次 所以 所以民众党 没有一个人 可以当侨王 你怎么去跟他侨王 你今天自己变来变去 那老柯就是说 第一个 他立法院这么久 所以他其实 很多人可能 会不喜欢老柯 但是问题是 你直接去看他讲的话 每一件事情 都其实都是 都是有道理的 而且他在原本 有国会多数的时候 当然比较傲慢 但他现在回过来 他态度很谦卑 他很谦卑吗 他一直骂人家有谦卑吗 他骂人家 你看他对国民党 会不会这样 对国民党就没有 因为我们两个党 将来要直接谈嘛 那我就黄国昌 他们就说 基本功没有做好 然后就太急于出手 所以你现在状况就 刚刚讲的 蓝绿都觉得 你要骑在头上 没有一个愿意买单 你现在就变成 没有办法收三 好 宇萱 刚刚讲的 今天最精彩的 而且最特别就是 傅宽奇本来 敲锣大顾 就一下子被边缘化了 这也代表 国民党今年的氛围 也完全不同了 当然嘛 因为现在傅宽奇 被边缘化 一个核心的道理 就是说 柯文哲触碰到了 不该触碰的深水区 他什么叫深水区 柯文哲是不是讲了 黄珊珊 黄国昌 这两个人即将要参选 新北市长 双北市长 那宝洁哥 我访问一件事情好了 出来战虾的 有哪几个人 蒋旺安 侯友仪 卢秀燕 这不就是刚好命中了吗 为什么嘛 因为显然 你们这些程式不足 败事有余的家伙 如果我跟你 蓝白河下去的话 你惹的 不是立法院 你惹的是 国民党现在的诸侯 谁心无人没看有嘛 他们看不懂生死门嘛 因为现在这个立法院 各位你觉得不重要 是不是错了 为什么 因为现在国民党 你说他在看不懂 他看不懂生死门 因为现在国民党 资予立法院 他真正关键在哪里 2026就要选举了 而未来的整个政治舞台 会在哪里 通通都在立法院 所以对于他们而言 他们席度仰赖立法院 有个好的表现 来为他们下次连任 打造一个执政基础嘛 而这个至关重要的 寄托跟希望 放在谁身上 现在冲到最前面的 当然是韩国语嘛 但是柯文哲相反的 柯文哲这些人 是把立法院当作垫脚石 把立法院当作一张椅子 屁股都还没坐 就急着想要趁着掉 这个垫脚石 然后往上跑去去哪里 跑去参选双北市长嘛 所以他真正核心意还在这边 所以当现在国民党 为什么会有这种 前所未有的这个团结 而且傅昆奇的起义 其实都还没有拿起来 就已经结束了 因为理由很简单嘛 他原本是打算利用柯文哲 当作一个杠杆 当作一个筹码 想说我来跟党中 喊喊喊看 喊说这个八席 蓝白河 还在想蓝白河 傅昆对嘛 他是用蓝白河 这个硬道理说 你看我可以拿到这个八席 可以确保我们正副院长到手 让我当副院长 但是等到韩国语不分区 等到所有县市 全部跑出来之后 他知道有一件事情 完全不对 核心利益错了 因为至于大家而言 现在根本没有蓝白河的空间 根本没有蓝白河 没了 当然嘛 你说蓝白河已经变历史了 蓝白河的前提是在于说 我们大家有共同利益嘛 但现在显然当民众党这个傻子 把底牌打出来说 我们的立委就是两年 而且未来就是要参选县市首长 那请问我们蓝白河还有基础吗 没有 没有啊 全部都利害冲突嘛 就像陈超明讲的 蓝白河根本合不了了 不仅是选前合作破裂的恩怨跟猜忌 还有现在蓝绿也要操作 帮民众党边缘化 接下来 国民党很难再跟民众党讨论 合作选举了 宝贝哥我们要讲 你要四出都到他的动机 跟他的利害关系 因为现在至于这些立委 反正我们也要选举 就是每天求表现 表现好就好 而表现好是为了要能够延续 在2026年能够获得胜选 能够执政嘛 但民众党没有搞懂这个道理 最可怕的不是那四大诉求 最可怕的是他们说 我做两年就要跑去选举 那未来我现在跟你们合作 跟你们扶植他会变什么样子 我让你黄桑山壮大嘛 我让你黄桑山壮大嘛 你未来都是敌人的 你等于是把说未来 我就是来跟你分票 我要来拿这个局个打开 所以为什么蓝绿突然之间 有诗意统这么有共识 就是跟你完全封杀到底 其实没道理啊宝贝哥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未来这种法案的这个时候 是不是有一些关键性的法案 包括NCC 包括我们讲的这些相关的部会 促转会 党产会 需不需要跟民众党合作 其实需要 其实国民党需要嘛 不然我推不动啊 我今天到时候表决的时候 我也没办法啊 没办法过半 对吧 随时有可能会跑去 往民进党这边倒戈嘛 但大家为什么都踩这么硬 就是因为你触犯到那个根本 就不能去碰红线 所以仔细听今天朱立伦的讲法 跟柯建民的讲法 两个难得有共识 朱立伦眼里只有柯建民 柯建民眼里只有国民党 柯建民想的就是 我现在才不管你民众党 我千方百计 我就是怎么样 敢赌嘛 我有办法挖到你国民党两票 算我行 算我老科行 我未来在立法院哼着走 挖不到我就摸摸鼻子 我继续在跟你这个合纵 连横在地场 跟你运丑帷幄 而你国民党 现在就把你很清楚嘛 我就是54张铁票 打到底 赢了就赢了 输了就输了 没有别的话 没有别的恶路 而我们现在要确保 就是防止老科来挖票 所以韩国瑜要组应对小组 未来我们要量票 也要举办所谓的修法 让所谓的畅票制 整个变成什么 记名投票 这就很单纯 很简单嘛 所以会不会有民众的空间 当然不会有 好 厚水 今天的主理人讲 我要量票 以前立法院没有这样量票吗 而且这个一量票 大家就没有所谓的 玩弄的空间了吗 以前其实也都量票 但是立法院主要是没有 像地方议会那样改 地方议会直接改 直接改 直接改记名投票 那立法院是以往都是 都还是会量 但我觉得 以前量就是偷偷量给那个监票人 对 监票人看嘛 那现在的状况就是 他这个状况来讲 就是不能够跑票 跑票的话就一定是开除 因为我跟你讲 现在民进党要挖 不太容易 他能讲什么高雄议会模式 那个完全两回事 因为你议会的选举 所以议员一个是复数选区嘛 议员一个人只要5%到10%就当选 所以呢 我今天退党 因为无党级选 其实是选的 如果基础好是选得上的 可是立委不是嘛 立委是单一选区 你每个人都要50加1 现在你只要党把你一开除了 你政治生命就结束了啦 所以你包括我们在讲 1995年的那个 那个民进党跟新党大和解咖啡 那时候要跟那个 施明德跟刘松凡要抢院长 那时候也是复数选区啊 他们最后是挖了一些 原住民的立委 你现在要去哪里挖人 我讲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赶不跑票啦 那所以这次的量票就是很简单 你这量了 你这次跑了 一定开除 一定开除之后 你现在哪一个人说 今天没有国民党的支持 能够选得上 绝对不可能的 所以我觉得 所以你觉得不可能跑票了 我觉得这一次是 绝对不可能跑票的 那时候民众长看见他 自己高兴怎么样是怎么样